大家好,我是Aaron,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ACE基础课程 那么我们课程讲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一直在想 怎么一直在去讲理论知识,没有去讲这个什么API呀 这些需要命令啊,其实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大牛和这个菜鸟的区别 菜鸟,他只会去写,会使用API 但是他不懂原理,不懂基础 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这门课程学习过后呢 能够把它里面的基础内容能了解,同时会使用API 更重要的是你理解它的运行原理,这是我们的目标 你如果说你会了原理,写API,那是几分钟的事情,很简单 那我们不多说废话了,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HBase组成架构啊 然后呢,HBase的Raging Server内部剖析,我们知道Raging Server的用途 但是内部怎么组成呢,我们这时候呢,把它剖开 看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组成的 然后我们再讲一讲HBase它的块和HDFS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HBase呢,它的数据也存在HDFS当中 那它和HDFS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这节课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如何从通过API 或者通过这个希腊命令 把一个数据如何去写入到HBase 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去思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HBase这个组成架构啊 我简单画了个草图 我们不用以前那张图 因为那张图我们都看了很多遍 我们看到,其实很简单啊 整个HBase运行起来 过后呢,无非在乎它有HBase 它有HMUST,是吧 然后呢,有RAGING SERVER 一般呢,我们测试环境 或者一般的小公司呢 它一般会去使用这种架构 一台HMUST,三台RAGING SERVER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ZK的机群 那一般呢,ZK呢,是部署在这个 呃,RAGING SERVER当中的 这是一般的组成架构 那这里面一些关系呢 我们上去可以讲了 什么HMUST是干什么用的 RAGING SERVER干什么用的 那简单点说 HMUST,它作为管理者 来管理整个机群 包括表的创建 复杂均衡 包括它的RAGING的分配 这个由HMUST来做 那RAGING SERVER呢,很简单 负责跟HMUST汇报信息 那这部ZK呢,是一些 HBASE的一些依赖关系 放在ZK上面 那这个是简单的HBASE组成架构 那我们重点来看 RAGING SERVER 把这个RAGING SERVER给剖开 我们之前只通过GPS可以看到 它有就是HRAGING的这么一个 HRAGING SERVER这么一个 一个组件 那它到底怎么组成的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整个RAGING SERVER 它有个Block Cache的缓存块 它是一个先进线的缓存 因为呢 我们要去查询的时候呢 第一步从缓存里面去查 这是整个 这个块 这个块是整个HBASE 整个RAGING SERVER里面 公用的一个缓存 一个RAGING SERVER 共用一个缓存 那我们现在看左边 一个HLOG 对吧 那HLOG干什么呢 看名见名之意啊 它是做记录日志的 那为什么它就记录日志 我们最后就 去给大家讲解 那我们看到里面RAGING HRAGING 那一个RAGING SERVER呢 它会可以管理多个HRAGING 那我们再看看 HRAGING包含什么呢 包含一个 HSTAR 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面的课里面讲的 HSTAR相当于什么 它是不是成为一个Family 是吧 Family Family列足 那也就是说一个 这个RAGING里面 它可能会有多个列足 那当然了 一张表里面多个列足很正常 是不是 我们理解这一点 然后呢 再看 一个HSTAR呢 里面会有多个STAR 对吧 会有多个STAR 然后呢 每一个 STAR 每个HSTAR呢 它还有一个MemorySTAR 这是它的一些组成部分 那这个里面 它这个套地怎么去协调 运作的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大家 但大家也 要先有这么一个 奇怪的了解 我这个RAGING SERVER 它有那几部分组成的 我们最后重复一遍啊 首先它有RAGING啊 就是 这个HBAS里面最小的功能单元 RAGING 当然说一个RAGING SERVER 你们可以管理多个RAGING 那么RAGING有什么组成呢 它有多个列足组成 是吧 一个表里面多个列足 那一个列足呢 相当于我们一个HSTAR 然后一个列足下面呢 它会是有多个文件呢 就像我们STARFILL 是一个多个文件 然后呢 这个列足里面呢 还有个MemorySTAR 这是整个一个RAGING SERVER 的一个组成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组件非常之多 那它组件就 最终怎么用呢 我们后面会去给它介绍 我们再看一下HBAS 它的块和HDFS的关系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生成的HFILL 相当于我们列足里面 生成的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 存在HBAS当中 怎么和HDFS交互呢 它其实是把这个HTAR 这个HFILL 放到HDFS当中 放到HDFS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有这个HFILL 是个232兆的文件 那么它会拆成几个块 放到HDFS当中 当然说这一个HFILL里面 它多个块 多个Block组成的 这样的小一个小的Block呢 组成一个大的HFILL 这时候呢放到HDFS当中 那么我们一旦把这个文件HFILL 放到HDFS当中 就能够知道了 它会不会有多副本 对吧 多副本 有多副本 那有多副本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就能保证 我这个数据是安全的 因为不会因为某它机器坏掉过后 这个数据丢失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吧 就算你丢失了 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HBASE的块和HDFS的关系 好 那这是我们一个重点讲解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通过一个client端 通过put方式 或者delete方式 或者通过我们下面 把一个数据写入到HBASE里面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那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client端呢 它会把我们的请求封装成为一个KV6对的一个 比如数据结构 这时候它会经过序列化 要经过序列化 假定这个时候已经序列化了 它会把这个请求 发送给对应的region server 那么这个region server呢 会把这个请求呢 转发给对应的region 比如说我这个请求发送到region server了 region server谁 这请求是你这个region的 好 这个region它怎么处理呢 对吧 它第一步 它会把这个数据写到 memory store 这memory store是什么 我们可以放理解为 它是写到内存里面去了 写到内存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 就想到了 如果说你去写到内存里面去 这个时候 我这个机器当机了 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数据丢掉了 这个memory store里面 数据是不是丢掉了 那为了保证 我们这个数据不丢 那么 h base呢 又做了一件事情 你先写memory store 写完过后呢 我就写哪呢 我要把这个数据 要写到 h log里面 要写到h log里面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我要先写到内存里面去 这样什么 这样快 对吧 我不用去去再做其他的方式 我直接把内存放就可以了 那第二步 那第二步 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 写到h log里面来 对吧 好 这个时候 写完过后 才返回 结果 说你写入成功 还是失败 对吧 那么 我们一直去往这个memory store里面去写 写的过程中 这memory store 是不是数据会不会变大 当这个数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就会刷新成为 stopp 就会刷新成为stopp 这个理由大家能理解 首先 我通过 我把数据 提到region server region server呢 转到给h region h region呢 这种第一步呢 它还把数据放到memory store 第二步呢 我要写到h log里面来 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保证我数据是 这个服务当机过后 我数据还是存在安全的 但是 但是呢 一直往memory store里面去写呢 会有问题 对吧 我memory store买了怎么办 它有一定机制 说当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我的memory store里面数据啊 要刷新成为 我的stopp 刷新成为一个文件 那 如果这时候情况下 我在我未刷新的时候 整个sever down掉 怎么办 当我在启动的时候呢 我要先从这个h log里面去读数据 恢复到这个memory store里面来 如果当机时候 恢复到memory store里面来 那这是一个数据写入的过程 当然说我这个h log呢 它也会有一定策略 刷新到这个 h dfs当中啊 这是有一定策略的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数据写入的过程 大家可以根据这张图呢 仔细的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那么我前面说的 它是k value对 对不对 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k value对 那它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固定格式的一个文件 一一组对象 那它这样一个固定格式一组对象 它里面会有k value 但是呢 虽然说k value的k value值 它的大小不一样 没有办法固定 但它整个这个数据结构 它是固定的 里面该放什么内容 比方说我前面四个字节放k launch 四个字节放放value launch 这是它的k value对 它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我们前面说到这个h log h log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有三个region region a region b region c 那么每个region呢 它只会去写一个h log 也就是说一个region 7对应一个h log 当这个h log里面包含呢 包含它的表名啊 region名称啊等等 数据数据呢 都会写到一个h log里面来 然后这个h log呢 会同步到hdfs上中 保证数据 在这个当机情况下 能够进行日子回放 那这个呢 是我们整个这张这节课的一些主要内容 这个这节课的内容是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时间有限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大家呢 重点去看这块 这块整个一个数据刷写的一个过程 这张图如果说你能够根据我在里面说一样 能够把这张图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当这个memory store 编大的时候 又该干什么 把这个流程 你能够说清楚 那说明你对整个一个写入过程是比较了解 同时你还要记得 这个h log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核心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大家课后呢 一定要对这张图 把你整个一个流程啊 在脑中慢慢回放几遍 慢慢回放几遍 你一定要把这张图看懂 否则的话 这个对你后续影响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大家课后作业呢 一定要是把这张图能够仔细 多看几遍 在脑中都回想几遍 好了 那先这样